我認真的研究精選基歐股誠心的對待會員 用對時對價低進高出為操作原則 代投資人一同獲利出場 我是投箍界孔劉 憲龍老師 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景投資 上禮拜五美國股市雖然重挫 但昨天晚上美國股市收腳指跌小漲 不然是對於美股還是全球股市 是非常正面的 因為至少美國道琼 它是沒有破敵的 遇到同樣的利空 什麼利空 升旗還有俄物戰爭 可能會動用核武這樣的恐嚇言論 全球股市都有下來 那道琼昨天的表現可圈可點 沒有跌破前波的低點 那既然沒有破底 就有利於道琼或全球股市 往上走高的一個機會 台股也是一樣 上禮拜沙聲隆隆 三天跌掉了700多點 來到16219 這當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 因為離前波低點16162 只差了57點 16162可以漲到18000 可以漲了2457點 那如果16219 也一樣可以漲到18000 你覺得上漲空間2000點 有沒有這樣的期待值跟可能性 你自己去評斷 所以整個台股的一個結構呢 三天融資大減120億 籌碼很乾淨 所以這個盤超跌 跌 種植 低階基友股 你跟我低階就對了 好不好 所以上禮拜四 上漲之後我就告訴你了 這盤 因為美國股市沒有破前波低嘛 所以台股呢先站上16764 它會站上去的 那禮拜五呢 大漲了172點 講完之後馬上大漲嘛 你16764只差了100多點 沒有錯吧 導型 腕轉的缺口一旦浮現 通常盤式的結構會比較出現 波斷的一個走勢啊 那今天雖然壓回修正 跌了93點嘛 那這個島型的缺口 至少沒有被封閉啦 那沒有被封閉的情況下 波斷的一個走勢跟看法 當然不用改變啦 縱使被封閉了 那又怎麼樣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啊 上禮拜我的融資還在減啊 從外面有利於你跟我並肩作戰 再度的掌握 基友股的很好的時機啊 這檔長龍海運 之前3月15號 高檔166賣的 很精彩的位置要跟我賣 第一段賺到了 那166賣完之後開始跌啊 回檔來到127 差了快40塊錢啊 不殺低啊 可不低接 給你提醒 不是只有安慰你 我有沒有給予你十足的幫助 當天台股盤中大跌300多點啊 127你想不想賣 去回顧一下 3月28號那一天 長龍殺到127啊 所以告訴你不殺低啊 如果你高點跟我有賣 127當然可以做低接的動作 上去之後跟你預告 有回檔要未買 這要第二隻腳的買點 先跟你講在前面 你當然會印證在後面 什麼來了 來到128.5啊 第二隻腳的買點 很漂亮啊 決定低檔 安全的一個上車位置 兩次都給你 然後呢 上去之後回檔呢 132嘛 跌喔 我告訴你不賣 還會再漲 為什麼 基本面的論述 金銀杜的一個長龍呢 預估賺60 比金銀杜 45塊錢 更優質啊 基本面看好嘛 雙底形態 代表的是一個波段走勢 所以上去回檔不賣 還會再漲啊 132還是可以買啊 有沒有上去 有沒有從這個位置 上去 上禮拜三 台股來到波段低點啊 133低接啊 132沒賣 再低接 來到133這時候不買 你什麼時候買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五的一個長龍呢 就從133漲到145.5嘛 一張都沒賣 是我上個禮拜五 給你一個結論 因為我捨不得賣 不然是127 128.5 132 133 這幾乎都是 絕對低檔的安全買點 它不容易回去啊 所以呢 買在那麼便宜的位置 基本面又那麼看好的長龍 我當然捨不得賣啊 今天長龍股價 又漲了一塊半 融資上禮拜五大減4800多張啊 籌碼越來越乾淨耶 融資創下新低的水位 所以呢 一檔股票 在那邊上衝下行啊 散戶很容易被清洗 對不對 那清洗出去之後呢 股價當然就一漲難跌啊 所以對於長龍 今天一個上漲 我認為還不錯 雖然 長龍從那兩隻腳的一個位置 上車開始以後 他沒有一天是漲停板的 但是我們給你四次的低階的位置 沒有一次讓你失望 你說是不是 該爆破斷的 金老師一定帶你賺上去 該賣的股票 我當然也不會手軟啊 這一檔得偉 我之前就告訴過你了 不要漲上來才追啊 你紅K棒漲上來追 馬上殺下來 對不對 這種漲停板一追 馬上殺下來 我一檔低階啊 293有沒有低階 329有沒有賣 這樣一買一賣36塊錢 先落袋 第一趟的操作 329賣的 305有接回嘛 這樣差了24塊錢 沒有錯吧 那這一趟的一個操作 你看下去 4月18號290 短套啊 305我就已經先卡位了嘛 下來我是低階嘛 然後呢 來到290 或許短線你認為我做錯了 但我們之前先賺了一趟了嘛 已經賺了一趟了 短線套牢 我要告訴你 來到290的德偉 可以買啊 你可以買在更便宜的位置 你說是不是 你有錯吧 所以整個德偉呢 290附近 不停的告訴你可以買 可以低階啊 22號 支撐啊 294.5 再給你一次低階的機會 25號 292 送分題啊 講了幾遍了 如果290附近 你不會買德偉的 那你真的是白看我的節目了啊 你說是不是 講那麼多次的一個支撐位置 所以呢 上禮拜一的德偉啊 292附近 買啊 買293啊 實驗家會都跟你對過了 保證一定成交啊 你當天的低點 只差一塊錢 德偉 將近300塊錢的股票嘛 這麼高價的個股 一定是我們最高階的 尊榮會員的持股啊 所以呢 全體尊榮會員幫清老師做見證 但是 上禮拜一的德偉 我們是不是低階在293 當天最低是292啊 離最低點差一塊錢啊 你以為我是呼嚨你們嗎 全體尊榮會員幫清老師做見證啊 所以給你好幾次 德偉在290附近的買點 你只要任何一次有買的 你轉地探錢 因為採低機的模式啊 就是為了要降低你的風險啊 利潤 你一定看得到 禮拜二325 禮拜四338啊 292到338 有沒有 差了45塊錢耶 漲上來要追嗎 漲上來你當然可以賣啊 絕對可以賣 上禮拜四的德偉沒有賣的 你今天可以跟我賣在335 全體尊榮會員跟清老師對是對價 9.05分的德偉 330附近賣 05分股價335.5 我發現訊息之後 就在335.5 很好賣 絕對很好賣 上禮拜四 338我就已經提示你了嗎 追嗎 漲上來 當然是減嘛 338沒有賣的 今天335一樣要跟我賣 實驗家委再度的跟你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成交 保證一定賣得到 有沒有賣對 看收盤啊 收盤的德偉 325.5 一張差10塊錢啊 我今天找盤吉拉335就落袋了 這一趟的操作42塊錢 上一趟的操作36塊錢 兩趟的操作將近80塊錢 這就是我帶給會員 真實的一個績效 因為怎麼進場的 怎麼出場的 全程跟你對時對價 沒有呼嚨你們 是不是 所以整一個操作層次 德偉啊 兩趟的一個操作啦 將近80塊錢的利潤 所以 行情會有難操作嗎 難盤見高手啊 你要跟的是 有實在跟有實力的分析師 而不是事後放炮啊 德偉 兩階段的操作80塊錢利潤 我是看圖書故事嗎 怎麼進場的 怎麼出場的 全程的公開在你們面前 連發科 上禮拜 來到83一 我說這底部啊 既然是底部嘛 他已經下壓了383塊錢嘛 物超所值的買點啊 禮拜三台股來到破斷低點 當天重挫341點台股 連發科啊 超跌啊 805再買 這時間價位也跟你對過了 是不是 再買啊 禮拜四 那853啊 兩天時間將近50塊錢的利潤啊 我說這種 超高價的個股 如果有價差 我一定幫會做價差 因為上禮拜五 連發科 850而已啊 沒辦法過853 所以上禮拜五的連發科 9點16分 沒辦法過 昨天高就禮拜四的高嘛 843附近先賣一趟 16分的股價在84 你去對價 你拜五的連發科 843先賣 兩天就快50塊錢了啊 還不賣嗎 所以843我先賣一趟 收盤是830 那連發科呢 今天收到大本影響又下來了 依然是底部啊 基本面當然沒有改變啊 賺超過7個股本的 是不是 所以整個連發科 10點42分啊 按計畫 在809附近接圍 10點42分的股價 就在809 808 42分 44 45 808 809嘛 所以呢 809一定買得到 絕對買得到 你上個禮拜 5843有賣的嘛 這種高價股一定有價差啦 那今天809啊 差了34塊錢嘛 很好低接 絕對很好低接啊 收盤 820 現買又現賺了 所以對於這個行情 你認為很難操作 可能是你的一個持股的一個動態調整 不符合你的預期嘛 或是個股的一個操作 如果低近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你不會採這樣的一個模式 因為大部分的投票 都是漲的時候才敢買股票嘛 是不是 上禮拜有台股大廠啊 追嘛 那間諜呢 怕又想賣了啊 現在是反市場操作 跟大多數的輸家不一樣 跌的時候我喜歡賣 漲的時候我更喜歡賣 因為全體會為 那麼多人嘛 聽我的口令 什麼時候賣股票比較好賣 當然是大漲的時候 我一個口令下去 大家容易在高檔全身而退啊 你說是不是 就是上禮拜四的一個累積啊 來到破段高189 為什麼要賣 快篩實名制開始實施了 這不是利多消息嗎 看到利多消息 股價又往上走高 你可以跟我賣到184啊 不用賣到最高點了 賣到184 兩階段96%耶 是不是 這時間教委我們跟你對 有沒有賣對 上禮拜四 來到172 禮拜五來到167 今天累積呢 158 上禮拜四這個動作 對還是錯 嗯 對還是錯 184耶 今天158耶 差了26塊錢耶 憲哥是社會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啊 趁著利多 創新高的個股 我帶你賣在高檔啊 不到一個月時間 可以創造出將近一倍利潤的股票 上禮拜四不賣 你什麼時候賣 我已經講過了啊 漲那麼多了 落袋的資金當然是為了轉進 低基期低檔 剛要轉折向上的機油股啊 這檔金剛也是一樣 上禮拜二 沒辦法過高 24.85先買 這時間教委有沒有跟你對 有沒有賣對 23.35 隔天 金剛跌停板 今天金剛呢 剩19.55啊 高點有沒有賣 是不是差了快兩成 如果你到現在 還是不會賣股票了 希望親愛老師這邊 完整的操盤節奏 從代進到代出 你全程來跟上 好不好 對一些個股 想進一步了解 親愛老師這邊資訊的 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小小組STOKE178 或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換給婷圈 歡迎回到價值型投資進步個股 解析 再把時間交給邰老師 資源這檔股票 不管是一月份還是四月份 低檔支撐 建老師都給你帶到 上禮拜三 指數來到破斷低點 資源來到這個支撐 是一個買點 跟一月份這192的一個買點 如初一策 有沒有 1月13號 當時候資源的營收 連成長兩位數字 是一月營收新高 漲多的回檔看支撐 多頭股票 一個策略很簡單 跌下來來到支撐 要敢出手 當時候1月13號 192要買 從192漲到331 漲了139塊錢 所以當它回檔修正了 100塊錢以上 然後228.5 這不是支撐嗎 基本面有改變嗎 營收依然新高 連成長兩位 超過九成的一檔機油股 這時候不買什麼時候買 上次192也是趁它回檔的時候 看到支撐進場 那這次一樣 支撐進場 你可以跟我買在236 買完之後可以來到254 接下來263 上禮拜五來到269 光是這三天 41塊錢 搶不搶 搶不搶 三天的時間 踩對節奏抓對低點 很強勢的一檔機油性的個股 上次192這個位置 漲了100多塊錢 這次三天它就漲了41塊錢 現在是選的股票 基本面市場上認同度高不高 你看它今天股價表現 你就知道了 大盤今天是不是壓回93點 支援呢 還漲4塊錢嗎 強勢基油股 還是那句老話 第一個時間點來跟我買 你比較安全 你比較有波段利潤 不要漲上來的 胡亂追高我的股票 萬萬不可 同一檔股票 你看我代位的操作 很精彩 你自己操作呢 比如說剛才第一個階段的德偉 兩階段將這80塊錢利潤 怎麼買的怎麼賣的 全程公開 你有賺的比我多嗎 如果沒有 我希望在行情 今天壓回的過程 你可以跟向老師聯絡上 到底這個行情未來會怎麼走 有什麼個股還在低檔區 可以第一個時間來跟我考位 不用去猜 猜對了 你也不敢中壓 有意義嗎 對你來講 徒勞無功 增加你的負擔跟風險而已 所以這檔創意 上禮拜五 台積電的一個基油股 一樣是IC設計的 這是不是第一檔轉折向上的一個位置嗎 賺一個股本 強勢基油股 跌升 第一檔轉折向上 這時候買 不是很漂亮嗎 上禮拜五 創意你可以跟我買在397 買完之後 419 今天 434 397 到434 幾塊錢 幾塊錢 將近30塊錢 不要明天創意 盤中又急拉了 你又自己在那邊搖旗吶喊 你自己又在那邊說創意好棒棒 那上禮拜我再買 你為什麼不買 難道我的股票 經過市場上認同度 把它拉高之後 你要追在市場上 湊熱鬧那個高點嗎 人多的地方風險總是比較高 你知道你為什麼要誤入歧途 你為什麼要一錯再錯 同樣的錯誤一直發生在你身上 你為什麼不改變個策略 改變個方向 改變個選擇 如果你之前選擇的一個 跟人的模式 比如說跟錯人嘛 季老師這邊 是不是你可以選擇的一個方向 你可以把我的節目 從頭看到完 對時對價這個分析師名號 非讓得虛名啊 是不是一檔股票怎麼帶進的 怎麼帶出的 我給你印證的還不過多檔嗎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其他分析師嘛 誰會把一檔股票的一個進出場點 解析的如此透徹 可以給你們印證的那麼多檔 你敢找到嗎 你一定找不到的嘛 為什麼 股票市場上贏家總是少數 你要成為金字塔頂端那個最少數的贏家 你要有一等一的忍耐啊 你要有那個三兩三的一個忍耐啊 或者你怎麼上兩三 你怎麼累積財務 是不是 所以呢 在目前的一個行情的脈絡 今天雖然壓為93點 低檔就是低檔 島型反轉的缺口也沒有被回補 也沒有被封閉啊 so what 縱使封閉又怎麼樣 行情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哪些好菜即將發動 你想不想跟 你想跟不要客氣 你再跟你提示 盤已經回了兩千多點嘛 跌升最大利多啊 你這時候來跟我合作來跟我佈局 你不覺得非常的物超所值嗎 這行情如果又回到一萬八 有兩千點的空間呢 你覺得 合不合算 算盤自己夾夾你就知道嘛 所以整個創意 上禮拜五這個位置 是不是個絕佳低檔的轉折 位置 跌那麼深 基本面賺一個股本嘛 買在397啊 今天來到434啊 兩天的時間了 快不快 我問你啊 快不快 嗯 好股不等人 買賣點 更不會等你啊 盤中 那個買賣點 稍重即逝啊 這檔光潔 每一位說 您成長兩位數字的 一樣啊 跌到之前的低檔啊 這是絕對的安全位置嗎 六七點七 上禮拜三要會買 上禮拜四 六八點六 一樣在低檔 絕對正報酬 對不對 六幾塊錢很老買啊 禮拜五 我說縱子開高走低 那又怎麼樣 你上禮拜三禮拜四 沒在低檔的啊 你會怕 當天的開高走低嗎 嗯 漲了5% 變小漲 你會怕嗎 嗯 跟我布局的好處 就是股票風險 我完全幫你控制 你第一個今天來跟我布局 安全 有沒有波段 今天光潔啊 一樣 大盤跌93點啊 盤中一樣來到73塊錢的 漲了4.3%啊 搶不搶 搶不搶 上禮拜三禮拜四 給你這檔機油股的位置 很低啊 很機油啊 到今天表現 比大盤強勢啊 這檔青勞科 345嘛 第三天 短波段嘛 這個位置當然不要追啊 三天叫轉折嘛 那今天跌下來 下來再低階嘛 不是這樣一個操作模式嗎 這一檔機油股 上禮拜給你黃金右腳 賺超過4個股本了 看清楚啊 跌下來要敢跟我買 禮拜二漲了5塊半 禮拜三又漲了8塊 兩天漲13塊半啊 禮拜四禮拜五沒有表現 我說這禮拜會表現 今天呢大盤跌93點 它漲兩塊錢 未來波段議論 一檔一檔的跟上來 從沒開始 我們可以一起來 對時對價 把節目時間交給婷君 好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老本公司所推卸分析之各表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利關係 版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獨立判斷 审慎評估 並且自付投資風險 也祝你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 也賺得到 謝謝大家